喂喂喂,豆腐都爛了 喂喂喂 搞什麼?去了哪裡? 嚇死我 飛了到街上 大家好,歡迎收看 Gameplay HK 我今年最近就忙於鏈車 應該很多網友跟我一樣 都是在玩這款新出的 Lead for Speed 集結 說真的一玩上手就停不住,是很爽 很多比賽模式,地圖超大 當然有很多高手在玩 所以這段影片就分享一下技巧 因為我發覺在比賽途中被拋離的對手很多時候都忽略了一些重點 要掌握都不難 如果大家還沒下載這個遊戲,在影片內容有連結可以下載 可以用手機玩之餘,亦有電腦版 這次我拍片都是用電腦版 用最高畫質拍給大家看 好,現在就立即介紹一下這遊戲給大家看 這遊戲找代言人真的很聰明 找周杰倫代言,對話說真的 你看這輛車手,已經用上它的性格 第一要講一下這遊戲除了有高速快感之餘 視角效果是很好 就是跟 Lead for Speed 加動機一樣有圖鴉特效 在空中的時候會有對翼 成功做了一些加速技巧,其實都可以在特效看得到 譬如車會閃一下,或者輪圍會有圈圈 每次看到這輪圈出來就知道,車又快了 這遊戲的地圖很大 讓大家看看 可以自由駕駛,到處去 現在我就要去解鎖B級的賽事 再玩一 rig 那來玩一 rig,先讓大家看看 我們先做好這個起步 OK 我已經是用很高速度起步 但是對面的玩家都很厲害,因為現在是B級賽事 所以都需要有些進階技巧才可以贏得到 撞來再去 撞爛了,我真的很喜歡這些 很瘋狂 接著做U-turn 就在這裏過你,過不了,還要被人過,不是,OK 上去第一,第一 想過 飄移之後會有一個很快的加速 所以我們要掌握加速的時機 又來了U-turn 接著做到U-turn 好,不錯,撞了一點東西,那些沒事的 看看我們剛剛好 還有這個彎 上 你看到,每個彎都是機會,機會又來 撈完之後再加速,就是這樣 還有一個U-turn 做得好,就可以跑來遠一點 加速,還不死? 終點就是在前面 YEAH 特意把東西放在那裡 首先你要答應我,就算你有藤原撲海這麼有天分也好 都要由基本的東西慢慢學起 我們按一按選單 之後再選擇探索 在裡面就有一個執照 我強烈建議大家起碼學了初級,中級和進階 我精算一些一定要學會的技巧 第一個就是落地彈射 只需要在騰空的時候差不多落地 這樣按煞車 再在落地那一刻,踩油門 就會立即加速 就是這個技巧 這遊戲很多時候都會騰空 你會看到旁邊左右的對手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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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增壓、淡氣、彈射就是脫完美加速的技巧 在飄如的時候,記住保持角度要綠色 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基本技巧,大家應該都做得到 接著在出彎的時候,輕輕按一按煞車鍵 之後再按一按淡氣 例如這一刻按淡氣,車是不會即時用淡氣加速 接著立即按油門,這一刻才會加速 教學都很清楚寫了一些案件次序 非常基本的,一定要先記住 飄移、煞車、淡氣、油門 大家首先記住這個技巧,練一練,因為還有變化 進階一點,再快一點,其實都只是按多一個按鈕 如果大家有兩罐淡氣的時候 只需要做整套動作,按多一下淡氣 就可以做到雙重增壓淡氣 頭四個步驟真的很重要 用熟了之後再加多一個淡氣,再快一點 除了用輕盈飄移之外,還有一個叫關星飄移 是比用輕盈飄移是更加快的 首先要速度145公里以上 然後按著方向鍵,再按一按煞車 然後立即按油門 這樣就出現一個白色的指標,跟輕盈飄移的指標是不同的 同樣都要保持在白色角度裡面,如果超過了就會變回綠色 萬一變回綠色,速度會大大減慢 慣性飄移也可以配合淡氣彈射的技巧 練習了這麼多技巧,當然要出去練習一下 現在玩這個就是淘汰賽 非常熱鬧很多人 最多是36名玩家一起比賽 一開始就沒有碰撞,所以安心起步 分了幾個階段,這個回合頭24名就可以晉級 其實如果有剛才的技巧就絕對不難,24名之內 搞定,排隊 還會像大屠殺一樣,逐個人交叉 第二回合,總共有三回合 目標12名 三位快,每個人都很厲害 開始有碰撞,所以就 捉住人過彎 白攻第一 哇,大哥 幸好有加速快 我回到第一 會不會之後我們要面對比達,不對,比達死了 第三回合,他要勝負 其實我沒有玩過這個場合 OK 竟然第一 哇 很絕敬 在右邊 糟糕了,糟糕了 糟糕了,糟糕了 這麼厲害? 哇,真的這麼多? 在這裡加速,被人罵被罵被罵 哇,很純粹 OK,U-turn 加速 哎呀,糟糕 哎呀 怎麼轉壞了 好樣子,不過沒關係 都第二 除了正常的競速 還有淘汰賽之外 還有一些很特別的玩法 好像這個 左邊那隊就是警察 右邊那隊就是街頭車手 這個比賽就叫做熱力追蹤 這次我就是車手那一組 一開始就會跟其他車手練一轉車 我們的排名就會影響我們的熱度 越高的排名,熱度就越高 最高熱度的人就叫做 好像我這樣拿了第一名 我就會成為熱力攻敵 就是說在這個地圖上的車手 我是最高熱力的那位 另外一組那班警察就會追著我來捕捉 因為捕捉我就會高分 其實我們還可以摧毀警察 不一定是避他們 畫面上方正中間有個5字 而有一個火的標準 就是我們熱度的分數 最高就是15分 其實升到15分就不能再上 所以建議大家去到15分就可以撤離 右邊有些道具 我用雷電的話 其實可以摧毀警察 譬如我們真的玩狗禮按撤離 就需要等60秒 這一刻被逮捕就功虧一季 所以其實這個模式都很緊張 刺激都很好玩 稍稍一點就可以了 車子差點沒血了 接著就會按照大家的熱度去計算分數 還有玩家在場面玩 對面先捏到場面 其實現在很多車手都很厲害 那些玩家不吃就少了 還有這場我還沒玩過 來啦來啦來啦 哎呀,尾了一點點 這場很棒 有一點點 三八龍 那啦,那,那我把它擺 哎呀 哎呀 這賽道很開心 他有一點撞,機會來了 還沒可以 是假的,又有一個 OK 他又在那邊,機會又來了 過了 扔完那個彎 完成 今集Nit for Speed,極速快感集結,就玩到這裡 我自己覺得遊戲做得不錯 我想大家看畫面都感覺到快感 還有車款多,只不過我不是抽了很多 如果大家喜歡玩賽車遊戲,都很值得下載玩一玩 在這條影片內容有連結可以下載 我剪完這條影片,都繼續捏下去 還有很多高深的技巧 還有要捏熟一些賽道,可以走走走走 各位高手可以留言分享心得 喜歡我們介紹遊戲記得Like和Share給朋友觀看 多謝大家收看,Thank You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